咒术回战161话,虎掌遇见熟人,扶黑会愿意通过自己获得击分。 上一话脑花的突然出现,先行帮助结姐妹的普通群众,用完这一次能够出结界的机会,他之所以这么做,很有可能是束缚的缘故。 在人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,将他们带出结界外,那么一定会有不少人因为无知,而选择再次进入结界,如此一来,他们也就彻底无法逃出结界。 虎掌又挨打了。 160话可以认为是死命回游游戏的一个补充,而根据161话的情报来看,扶黑与虎掌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结界当中,他们进入的是东京第一结界,为的就是寻找日车款线的下落,只不过比较搞的是,在进入结界之后,他们被随机传送到了其他地方。 第一结界能够传送的地点有9个,由于还在同一个结界范围内,所以分开的时间并不长,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积分,堵在传送的门口。 猎杀新玩家是最快的方法,这一点就像是在守猪带兔,虎掌刚被传送到一个地方,立马就被一帮欺负新人的咒处师给打了一顿。 倘若不是胡子卖揍,刚刚的攻击他就已经成为了肉泥,虽然虎掌依旧被高砖所不容,但此时的他早已有了一级咒处师的水平,带头打的是一个女角色,后续被护掌随手抓住的一片腕力给击倒了下来。 这帮比较弱的咒处师,都是现代的,实力并不怎么强,不过他们比较聪明,懂得拉光结队,在这名叫鱼声的女子被打倒之后,另一名名叫鱼场,头上有着一顶大竹蜻蜓的男子登场。 这一块虎掌的战斗并没有结束,值得一提的是,这帮团伙里面,有一名叫干警的男孩子认出了虎掌,熟人相见,虎掌实力强悍,估计下一块应该可以化干戈胃玉玉博。 伏黑依旧乱酷 另一边,伏黑会同样受到了攻击,不过她比较好运,袭击她的人只有一个,后面得知其名字叫做丽美。 伏黑会的性格比较直接,不管男的还是女的,只要妨碍到她找姐姐,她拔刀的速度都不曾减缓。貌似是第一次拿刀。 丽美很快就被击倒,但她并没有打算杀死对方,反而是想向她打听日车款件的下落,这名女子表示自己知道日车在哪里,但前提条件是让伏黑会做她的骑士。 这里的骑士,其实就是保镖,她想让伏黑会在死命回游当中,拼尽性命保护自己,比较有意思的是,伏黑会并不关心这些,她旨在伏对方说的是不是假话。 所以只要丽美说的是真的,那么她就答应成为对方的骑士。 虽然剧情看起来有点让人感到疑惑,伏黑刚进来就成为骑士,但情报最后她所说的话,可以看出,这是包含威胁性质的。 伏黑会认为自己不像苦涨那般,在不得已的时候,她不介意通过自己获得100积分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,伏黑会为了救姐姐金美季,可能会走向与虎杖相悲的道路,不过这种情况不倒万不得已应该不会出现。 毕竟她击倒的这个女人,伏乎并不是什么坏人,在被扶黑打倒之后,还被扶黑唬到快哭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